一张标语大有玄机 这里是基隆市重有技术学院校园里面 这张由校方所张贴的标语 上面仔细看竟然有国马 引起了学生热烈讨论 十位学校倒也吊诡 学校说出发点是希望学生多说好话 你叫学生说好话 自己的标语却有脏话 连学生也觉得很瞎 为了避免争议 校方今天已经把标语撤下 大大的标语上头写着 多说赞 少说脏话 夏连还对了这样一句 要大家开口闭口别都是粗话 木条就贴在基隆从幼技术学院 校园里头好几个地方 照片被学生po上网 印发讨论 比较符合年轻人吧 对啊 因为我们年轻人 就开口闭口都是 什么游戏没他 学生说学校用这么直接的口头禅 来当标语 一开始看到也被吓了一跳 只是有的学生认为 老师是自以为很幽默 根本很瞎 也有学生认为很符合年轻人的语言 只是利益虽好 但教育单位出现国骂字眼 还是引发争议 有些文字可能还是要小心了 教育单位 所以我们还是拿下来了 原本以为用创意当出发点 可以增进和学生互斗 没想到却成为争议事件 短短一个星期的标语 只好紧急撤下 传言新闻黄明石山仪 基隆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